嗨 你说英国最近怎么又崩了 自从9月份英国新首相上任以来 英镑 英国国债 英国股市全线暴跌 英镑更是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1.03美元 最终逼得英国首相class上任6周后就宣布辞职 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 英国到底是什么情况 咱今天就来一起来看看 一个奇葩的政府政策 搭配上无情而又复杂的金融市场 是如何演变成这个英国的雷曼时刻 2022年以来全球陷入能源危机 化石能源价格高企 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欧洲的国家 英国从今年4月份开始就迎来了严重的高通胀 7月份通胀更是超过了10% 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英国央行就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 7次连续加息 冒着抑制经济增长的危险来控制通胀 这时候英国情况已经不太乐观了 你看今年一年英镑都在持续阴跌 我怎么说呢 就英国央行这边这个加息操作虽然有点无奈 但也属于正常的危机处理的操作 但是你要看英国政府那边 那可就热闹了 今年7月份英国前首相Boris Johnson辞职 新首相Liz Truss在9月6号接任 就是这位漂亮姐姐特拉斯 完美地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做新冠上任三把货 人家早在选举的时候就说的可漂亮了 我们要让我们的财政计划真正的落地 叫hit the ground running 然后为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 虽然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但大家一听觉得太给力了 英国新首相就这么诞生了 赫拉斯姐家有个非常激进的理念 她就一直觉得英国的经济太美眉了 我们政府更应该刺激经济 应该减税 刺激民众消费 这样才能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 其实一般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萎缩 那政府刺一刺需求这很正常 但是你看英国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么高的通胀 这才是英国面临最主要的问题 更何况英国事业率其实非常非常低 才百分之三点几 短期内再怎么刺激 也刺激不出来什么产能什么就业 只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以你在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还要继续刺激经济 那不就等于给高通胀那天砖加瓦了吗 就刚刚我们说这个观点 其实是主流市场的看法 但使人特拉斯可不这么认为 他就还有点讽刺这些主流观点 叫做传统财政观点 就说你们这帮经济学家 老古董老学旧 你们懂什么呀 别整天跟我通胀通胀 我们可是要pave the 总而言之吧 就是他这套理念 是受到了很多主流学界的反对 就为此他在新上任第一个星期 就把一个非常资深的 英国财政部秘书长给炒了鱿鱼 来杀鸡井猴 全面贯彻他的思想 好咱来看看 特拉斯到底都提出来哪些政策 被称作叫做 迷你预算案 也是英国近50年以来 最激进的减税政策 最主要影响力最大的 有这么两点 首先是能源补贴 这个就是说英国政府这边 大概预估算要花掉1000亿英镑 来补贴民众的能源开销 这条吧虽说点贵 但至少听着是合理的 但是下一个政策就出问题了 就英国政府这边 要给民众降低收入税 你听了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减税大家应该高兴啊 市场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政府要是给你一个人减税 你肯定举双手赞成 但是呢市场可不是这么看 市场主要看的是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条减税政策最奇葩的地方 就是它给最高收入的人群 减了最多的税 就英国的个税 跟大部分国家都是一样的 有个阶梯 你收入越高 交的税率就越高 你看这个表上 就是英国征税的那个比例 特拉斯呢 就把中间这一档 从20%降到19% 就降了一点 但是啊 它调的最高档 年薪超过15万英镑的部分 原来的税是45% 它把这个数字降到了40% 这么一估算呢 就是英国最高收入那部分人群 平均大概一年 能省掉1万英镑的税 所以你看这个力度 还是相当可观的 总的来说 英国民众这边 一年将会省掉 450亿英镑的税 那就是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也会减少450亿英镑 好 咱来说说这两条政策 首先就像刚刚我们提到 这么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能源这边要花掉1000亿英镑 税收这边要减少450亿英镑 你想英国整个经济的体量 可不像美国中国 1000多亿英镑下去 那可是一季猛药 这肯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通胀 而且英国政府的债务 也会急速扩张 这是问题一 就过度的财政刺激 那第二个问题 说不好听点 那就叫愚蠢了 你说你减税就减税呗 偏偏给富人减税 这听着就有点没道理了 你看现在英国 能源价格飙升 生活成本都快速上升 这里边受影响最大的 本来是低收入人群 好家伙 你现在还框框框 给那些最高收入的人群减税 这个好像本来中低收入的人 都已经快接不开锅了 然后特拉斯这儿抱着450英镑 跑到隔壁富人区那边 跟他们说 朋友快来 来随便花 刺激效果好不好 咱先放到一边不说 这肯定会加剧英国的贫富差距 和社会矛盾 你说那民众能高兴吗 所以总结下来 这个迷你预算案的问题 就是本来你就不该刺激经济 但你刺激还刺激的不对地方 好 在咱们来看市场反应之前 你先沉住气 来听我小林来一波深度分析 我们来看本来英国央行这边 它好好在那加息 要抑制通胀的 政府就突然出来跟它拧着盖 出台了这么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政策 甚至变相印钱 你说为啥央行和政府这政策会打架呢 这种现象其实还挺常见 尤其是在经济萎靡 并且高通胀的时候 是最容易出现的 因为它本质上是经济增长 和物价稳定这之间的一个抉择 央行的首要目的 永远都是控制通胀 所以它会倾向于牺牲经济增长 来控制物价的稳定 我们至少现在是认为 长期来讲 物价的稳定是更重要的 具体我们聊通胀的时候再细讲 通胀的稿我已经开始写了 但政府它总是更希望刺激经济的 甚至它就算要冒着 短期内高速通货膨胀的风险 也要继续刺激经济 你说这个激励 看着好像是比较短式 但是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 尤其是选举制度 这就让政府短期之内 会选择刺激经济 因为这是大众在短期之内 更希望看到的 其实不光是英国 欧元区就更是了 你看欧洲央行那边 它出台个什么政策 那政府根本就干涉不了 它只能看着央行这边的政策 再来安排自己的财政政策 美国也有点那个意思 美联储这边实际加息 抑制通胀 但拜登政府这边 就开始各种刺激 此国不愿意跟美联储一条心 不过它至少没向英国那么傻 去给富人减税 我们说回到英国 在推行了这一系列政策之后 不光是英国的民众 连IMF都站出来 非常委婉地批判了 英国这套奇葩的政策 然后你们再想想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莫斯 也出来说英国政府 这是一套 极其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接下来咱俩看看 市场对这个 极其不负责任的政策 有什么反应 首先是英国国债 这个本来是英国最安全的资产 遭到了恐慌式的甩卖 因为债券价格和利率 是负相关的嘛 十年期国债税率 两天之内 从3.45%飙升到4.5% 你想英国那么大个国家 两天暴涨1% 那可是100多个基点 1%就是100个基点 大家可能对100个基点 这个没太有概念 你要看历史上 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平均来讲 一天也就拨动两三个基点 就是从3.45% 拨到3.47%这种 所以两天之内 100多个基点 直接飙升到4.5% 这就相当于 给你拨出来了20个标准差 咱假设金融市场 是完全不朗 运动符合正态分布 来懂统计的朋友告诉我 拨出20个标准差的概率是多少 我就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就算我们从宇宙诞生那一天起 就140多亿年前 就有英国国债市场的话 这种事件 发生至少一次的概率 都小于0.00001% What 所以从理论模型上来讲 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是零 它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扯的稍微有点远 但是我反正想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这市场波动 它肯定不是正态分布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 就这两天市场的波动 它到底有多扯 咱们再看汇率 就英镑这边 克拉斯那个减税政策 是在9月23号公布的 其实政策出台之前 就有一些小道消息 让英镑在9月份就一直阴跌 从1英镑是1.18美元 跌到1.08美元 然后23号消息一公布 紧接着下一个周一 英镑从1.08又跌到1.03 跌了5% 这也是英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大家可能听惯了 股市的血雨腥风 觉得5%可没什么的 但是在汇率市场 尤其是像英镑这么个大币 一天跌5% 那就是大崩 我相信你从这图里也能看出来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 就看过我上一期 日本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 国债利率和汇率之间 它是有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 所以理论上 如果国债利率上涨 那你汇率应该也涨 对吧 英镑对美元的曲线 应该涨这样才对 但实际上英镑对美元 就是这样 你说为什么呢 就是市场对英国 那是彻底失去信心了 就你国债利率再高 我都不愿意买 赶紧撤吧 什么国债英镑英国股市 能卖的全都卖 其实我们看英镑和利率之间 它早些年还是正相关的 但从20年开始 这种相关性就开始打破 最近甚至变成了负相关 这就说明 左右英镑的主要因素 已经不再是英国国债的利率了 而是英国整体经济的风险一家 高深吧 所以你看 就是特拉斯的政策不合理 就导致投资者 对英国整体失去信心 然后抛售英国资产 你看这个英国 是不是听着行云流水 非常合理 但是比较熟悉金融市场 尤其是熟悉国债的朋友 肯定不买我这套逻辑的账 你说两天崩100个基点 这事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你就说英国这个政策吧 虽然有点蠢 但也不至于让大家恐慌到那个程度 那导致市场暴跌 可能另有原因 金融市场里 有很多手里拿着钱的玩家 散户 对冲基金 共同基金 洋行 保险公司 企业等等 而在英国 举足轻重的一个玩家 就是养老金 Pension Funds 你要知道 在英国的私人资产里边 占比最高的 不是房子 不是股票 而是养老金 根据2018年英国财政部的数据 英国的私人财富里 平均下来 每个人都有超过40%的财富 是养老金 总规模达到了6万亿英镑 就是这个养老金市场 就是这次崩盘的主角 养老金啊 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 每个月 我们和雇主都往这个账户里存钱 然后退休的时候 就取出来花 在英国 这养老金是由一些私营的 金融公司管理的 他们就把这些钱呢 投到金融市场里边 然后等我们退休了 再给返还回来 说白了 就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基金 养老金其实有很多种 有一些是你可以自己选基金的 那风险收益 就都你自己承担 而还有一种啊 就固定收益的 defined benefit pensions 就不管从现在到你退休 这20 30 40年 市场如何波动 你拿到的收益 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站这些养老金的角度 我拿着固定的钱 去投到一个风险 巨大的波动的市场 然后等三四十年 我还要再返还 给你一个固定的回报 对于我来说 这中间肯定要承担 一个巨大的风险 这里边几乎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利率的风险 长期利率越高 折线率就越高 长期负债就越低 反过来也一样 这句话你没听懂也没关系 反正说白了呢 就是利率越低 养老金亏的就越惨 越高呢 他们就越赚 你看一个这么庞大的市场 里边每一家公司 都得承受这个利率的波动 而利率呢 又是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一个大周期 所以没有一家公司 能扛下来这么大的波动 这个风险是无论如何 一定要对冲掉的 所以这些养老金 就会去找投行 做一个衍生品的交易来对冲 这个衍生品呢 就叫Liability Driven Investment 简称叫LDI 我没查到什么特别好的翻译 直译过来呢 就是负债推动型投资 它就是一套复杂衍生品的大包 但我们把它极简化一下 就相当于养老金和投行 他们之间打了一个赌 就赌利率的涨跌 那利率涨呢 养老金就亏钱 投行就赚钱 反过来利率跌了 养老金就赚钱 好有了这个LDI之后呢 你再回过头来 站在养老金的角度 就这时候不管利率的涨跌 这个LDI和个人用户那边 我的收益和损失 它是能相抵掉的 也就是这个风险就被对冲掉了 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说 百分之百就全都对冲掉 它会对冲掉一部分 而且这里边还有很多 二阶三阶风险因子的影响 但大概LDI就这么回事 好我们花了这么多口舌 又是说英国养老金 又是说LDI 你可别看我这么拐了七了八圈了 感觉LDI是个非常小众的市场 它的体量是非常之大的 而这次英国养老金的崩盘 下下就是这个LDI出了问题 你看对于养老金来说 虽然利率这边的风险 我给对冲掉了 就不管利率涨跌 我都没影响 但是在抵押这儿是有区别的 假设我是养老金 我和用户这边 不管中间的盈亏波动 是怎么样的 我都不需要付保证金 到期等你退休了 我该给你钱给你就行了 但是我和投行之间 做这个衍生品LDI 它是需要抵押的 就比如说一旦利率涨了 那我在LDI这儿 我这个养老金是亏钱的 那投行怕我跑了 违约了不付钱怎么办呢 就需要我提供 更多的保证金来做抵押 而且你看英国 这么庞大的养老金市场 他们都在做着 这个同方向的交易 都在做空利率 那这股力量就很大了 好背景我们说完了 来说回来 英国这边 Plus上台 减税政策 国债暴跌 利率上涨 利率上涨 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 养老金在LDI这边就会亏钱 就需要补充更多的保证金 你想银行要让你补保证金 你怎么办 肯定是先把那些流动性好的 什么现金啊 活期存款给拿出来交保证金 不到万不得已 你肯定不会卖房子卖股票 那些养老金公司 他也一样 他手上流动性最好的 除了现金 就是大量的英国国债 所以这时候 他就要把英国国债去卖了 换一部分钱来补保证金 其实一直以来 这个事也都没什么问题 但偏偏就是这一次 因为国债跌的太猛 利率涨的太快 你想几万亿英镑的养老金市场 都做这个LDI 那他们都得再去卖国债 来补保证金 那利率就更高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一个踩踏事件 所以在9月2627那两天 英国所有的养老金 都在恐慌性地抛售国债 你想这么庞大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人能接得住盘 所以就出现了 刚刚我们最开始说的 两天之内利率暴涨了 100多个基点 而英镑的暴跌 很大程度上 也是这种恐慌情绪导致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越是这种成熟复杂金融市场 他的崩盘很可能越是就在一瞬间 这么一连串连锁反应 甚至仅仅就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 而面对这种恐慌情绪呢 英国央行这边 9月28号立马宣布 要花650亿英镑来救市 而之前信誓旦旦旦 要把英国 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的特拉斯呢 他在颁布这个减税法 仅仅10天之后 就把给富人减税的方案给撤回了 并且开除了 他刚刚上任的新的财政部长 并且几周后自己也被迫辞职 仅仅当了45天的首相 虽然最后英国政府反悔了 特拉斯也辞职了 但是这么折腾一通以后 金融市场对英国政府 还有对整个经济的信心 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说白了就是真丢人啊 而且这种丢人 不光是嘴上说说 它是切切实实有经济代价的 什么英镑 英国国债 英国股票 都得打个折才能卖出去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英国整体经济带来的 那个风险溢价 现在市场对英国政府 那可真是完全不信任 英国国债收入 就持续徘徊的高位 而且这还是在央行 已经要砸钱兜底的情况下 你就说这跑路情绪 有多么的严重 而英国的危机 还远远没有结束 闹这么一出之后 那利率是真的上去了 英国的民众可就惨了 一夜之间 贷款利率这边也涨了1% 直接又陷入了房贷危机 而且政府的借债 也会变得更困难 而英镑贬值之后 就国外的东西 包括石油 天然气这些 就变得更贵了 能源危机就更麻烦了 通胀也会更加的严重 看来接下来 他们要铺的 economic growth之路 也会非常的坎坷 Hit the ground running 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 Hit the ground running 大笔 大崩 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 每一家公司大笔 Pave the way to economic growth 开出来了 高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地燃 文字幕志愿者赞地听 在文字幕志愿者赞地 费